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昨天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被轟下臺 週四達文大會遭泛民議員抗議開了一個半小時 這回答了三位建制派議員的提問就匆匆結束 早上十點半會議開始前 十七名泛民主派議員一字排開 手持白花悼念十五歲遇難女生陳彥霖 並向進入會議廳的林鄭月娥高呼口號抗議 會議開始後多名泛民主派議員先後向林鄭月娥抗議 批評他沾滿鮮血要求他下臺 其後被依依帶離現場 期間會議兩度中斷 林鄭月娥只回答了三個親共議員的提問 表示他很樂意和議員溝通 以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宣布會議結束 林鄭月娥離開會場時再次遇到泛民議員的狙擊場面混亂 多名議員投訴遭保安粗暴對待 其中議員屈諾宣投訴 被保安搞到左手流血 紀錄時不反映 恢復時不還要是否 即我能跟我同樣的指控 為何立法會保安像現在幫政府做家臣 用過度的武力對待議員 我是兩隻手臂很大力地托開我 我是多次警告他們 不要再那麼大力扯我的手了 新唐人記者梁珍聯名香港報導